佛法之旅 生命殿是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 生命殿是和你在一起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已经一起探讨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到最后普贤菩萨 而且已经由普贤菩萨开示了十大愿王 这样子的菩萨的圆满成就的功德 那我们已经介绍了普贤菩萨所说的 能够听闻十大愿王的功德 他乃至能够比行布施供养功德 还要大百分或者是千分 那这样子的大的功德 那接着呢我们就是还要再看在普贤菩萨所教导之后呢 那这一些的功德利益还有哪一些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经文的最后的结论 所以我们再一起来称念佛号跟战经济 然后再随着经文来做最后的圆满的学习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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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看着最后面呢就是在赞叹能够听闻这十大愿王的利益 那还有呢就是鼓励就是我们可以用深信心来受持读诵 就是要具足有这个信心 而且是非常深刻的信心呢来读诵普贤菩萨的恨愿评 那乃至书写一试句记 就是将经文里面的这个试句 那能够来书写 就是有一个试句记呢 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说的寄诵 那就是它对称性的 就像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一些是长行 那下面呢就是又把这个十大愿王里面的内容呢 就是用寄文的方式 所以这个寄诵就是寄文 就像下面我们说 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 我以清静深于义 一切片里尽无余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四句记 就是四个记子呢 它就成为一句 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也可以书写 那这样子的功德也是非常的大 那经文说有能够读诵 或者是书写十大愿王的内容呢 那能够束除灭五无间业 就是能够消除这种 我们提到的就是恶业 罪业里面最重的这个五种无间业 就是堕到无间地狱的无间罪业 那因为这无间地狱呢 就是在地狱里面大铁围山 地狱里面呢就是最痛苦的地狱 那这个地狱呢基本上呢 它就是造五无逆罪 所以它又称作五无间业 就是五逆杀父杀母 那破佛生血啊 那杀欧罗汉 那乃至呢破何何生 那这五无间业呢 它因为堕到这个无间地狱 那又是非常的苦 所以能够读诵十大愿王呢 能够消除这五种的无间业的罪业 还有呢能够让我们世间能够身心等病 种种苦恼 就等于是身体的这种病苦 或者是心里面的种种的烦恼的痛苦 那乃至佛刹极为陈述一切的恶业 就是这么多的这一些的恶业 无量无边的恶业 恶业呢皆得消除 那都是能够靠着诵经的这种 经的法力 就是我们还没有证到 可是呢因为普贤菩萨的愿力 那而且在这个经文里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保证 那就等于是我们诵这部经呢 就有普贤菩萨 那就有诸佛菩萨会加持 所以靠着能够读诵经典 或者是书写这个经文 就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力 还有在最后呢就是它的利益还可以 就是免除于一切摩菌 夜叉罗刹 还有像揪盘查 还有像披射折 还有像不多等饮血淡肉诸恶鬼神 皆惜远离 或时发心清静守护 也就等于说 如果我们诵词普贤菩萨 十大恨怨瓶 十大怨亡 或者是书写 那么不但呢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 没有病痛 没有这些烦恼的痛苦 那也能够消除我们所造的 这个五种的这个无坚衣的恶业 那也能够呢 就是能够帮我们保护我们 就是让一些饮血淡肉的 这一些诸恶鬼神 他们远离 也就是不会受到这一些的 这种恶鬼的这种 就是很恶的 就是很坏的这个鬼 就是要害人的 或是吃人洗 喝人血 那吃人肉的这些 凶恶的鬼 远离 所以在经文里面就提到说 是磨君 或是叶叉 那叶叉也是吃人肉的 就是吸人血的 还有罗刹 他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喜欢吃人肉的这些 凶恶的鬼 那啾盘茶也是 那啾盘茶呢 它的体积呢 就是因为像是一个这个旺 所以它又称作冬瓜鬼 或是称作大力鬼 那这种鬼呢 它又会变化多端 那这个啾盘茶呢 它本身呢 又因为大力呢 所以它又 也掌管了很多的这个重鬼 那另外啾盛哲 就是啾盛哲 它也是一种吃这种人肉啊 那吸人的精气啊 它是像是我们所描述的 我们说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个恶鬼 它那个是很恶 因为它的肚子很大 可是它的这个喉咙就像针一样细 所以它吃不到 可是呢 它的这种性呢 是非常凶恶的 所以呢 它就变成了恶鬼 那这个是啾盛哲 然后不多呢 也是就是鬼的意思 就是特别要饮血 那吃肉 这些恶鬼 那能够颂持十大愿王 普贤菩萨恨愿品啊 那这些鬼呢 就不敢来亲近了 那应该是因为 我们得到这个经的加持 还有菩萨的愿力的加持 还有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有这个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 的这种生起的这种愿力的加持 而且呢 能够让他们远离 有时候呢 乃至可以转化这一些恶鬼 这个凶恶的鬼呢 他们还会发心来清静守护我们 就变成是护法 那因为是看到能够读诵大圣经典 读诵普贤菩萨的这种大愿王 那他们也受到这个感化了 所以发心就当护法 那经文呢最后又说 是故若人送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 所以呢 就等于是能够顺利 我们就少障碍 那就好像空中愿出于云意 那就好像这一些障碍呢 就像这个空中的这一些的云 可是呢 因为我们因为送了普贤菩萨的大恨 的这些愿王 那我们就好像在云里面的这个空中的月 那出来了 那就等于是 就是离开了这个乌云的遮障 而能够呢 就是显出月亮的光辉 那就等于是我们就不受这一些的烦恼的障碍了 能够发出我们自己的本性的光明 而且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赞叹 一切人天皆因礼敬 一切众生息因供养 也都是因为能够读诵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的关系 那此善男子善得人生 就是诵或者是书写 十大愿王的这样子的善男子 那也应该包括善女人 那都是能够生生世世得到人的这个赞叹 所以说善得人生 然后呢能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 就是普贤菩萨的功德呢 也因为尝诵普贤菩萨的大恨呢 那么慢慢的就是有这个愿的带领啊 那一定呢终究呢是可以圆满 像普贤菩萨所行的这些的功德 那不久呢当如普贤菩萨 素得成就唯妙设身 聚三十二大丈夫相 若生仁天所在之处 常居圣族 那这个呢也就是能够好像普贤菩萨 聚足他的唯妙设身 就是我们之前呢就是在经文里面 谈到的普贤菩萨的出圣 他的毛细孔都放光 而且聚三十二大丈夫相 像佛这样子的相好 那如果生在人或是天界 那也都能够就是出生在这个高贵的这个家族里面 稀能破坏一切恶趣 也就是不会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 这样子的恶道 而且稀能远离一切恶友 这个因为在聚才同志五十三三都是善之士 所以能够依照十大愿王这样子的学习的 就能够呢不会遇到这种不好的朋友 就是不是善之士 就是他是障碍我们学佛的 或是恼乱我们的 就能够远离一切恶友 那稀能制服一切外道 那恶友呢就是他会阻碍我们修行 那破坏我们的清静心 那这些恶友呢他是直接伤害我们 那外道呢他就是用不正确的观念 那他不正确的观念不正确的认识 那因为我们能够送普贤菩萨的恨愿品 那十大愿王还有书写 或是我们进一步能够修学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确认以菩提心大悲心 为这样子的菩萨修学的这种目标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个外道的影响 而且能够制服一切外道 乃至呢能够解脱一切烦恼 所以批育如狮子王 那一样的就是野兽万兽之王 狮子王那吹福群兽 堪受一切众生供养 所以这个表示说这个十大愿王的殊胜呢 就是在让我们从这种众生性里面 我们能够真正能够成就这种菩提心 然后呢就是在修学的过程呢 就不会被这个障碍到 那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呢 也都能够有得到富持 那最重要的在最后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利益乃至呢就是提到可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在普贤菩萨的这个教化 最后就是在善财同志五十三参 以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作为结论 然后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是等于是把华严经里面的世界呢 从发菩提心修学菩萨道 然后终究还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一般都认为说华严经呢 它也是通往净土 那也是就是能够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见到欧弥陀佛 这样子的一个最终究的圆满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看经文就提到说 那如果有人呢 他是照样这样子能够读诵 这个普贤行愿萨十大愿王 主要是以十大愿王这样子的一个圆满的 这样的修学的 那这样子的人呢 那四人临命中时 就是他就是赤身已经快要就是死亡了 那他临命中时呢 最后刹那 就是在他最后的一口气的那个刹那呢 那一切诸根西皆善坏 就是说他的色身呢 眼根也看不到了 耳根也听不到了 那鼻根也没办法嗅觉了 那他的身体的这个色根也坏了 那他的这个 这个意根呢 也就是失去自己的这种控制的能力了 那眼耳鼻舌生意 全部都散坏了 那这个是对自己本身的色身的部分 是内根 那外面呢 那外面呢 就是一切的亲属啊 西皆舍离 因为人死了 这个色身啊 一定要处理的 那一般呢 就是虎化 或者是用土葬 那这个肉体呢 就是会被舍离掉了 所以亲人呢 也不会跟这个 这个色身在一起的 所以终究呢 一切这些亲人都要远离的 还有呢 他在世间所拥有的 这一些的地位啊 权利啊 那也会退失 所以说一切威势 西皆退失 还有呢 就是辅向大臣 功臣内外 向马车蹭 珍宝福葬 如是一切无腹相随 那这个部分呢 是以说 即使是一个像国王一样 这样尊贵的人啊 他死的时候呢 他所拥有的下属啊 他的臣子啊 他的宰相大臣啊 还有他所拥有的这些皇宫啊 他的这些珠宝啊 还有他的所成的这个 像马啊 这个车子啊 这些也都要舍离的 那可是呢 那如果这个人啊 他是能够持宋 持大用王的 那么他呢 就是所有一切自己的 色身的诸根 都是散乱了 然后所有外在的 所有的这一些的 所有的权势啊 这一些的物质 也都 舍离了 那可是呢 他的这个愿王 就是十大愿王呢 他就不相舍离 就是还可以带着走 所以我们说 朱业 就是万般带不去啊 那也有 唯有业随身啊 那如果众生是行二的 那就是二业 可是如果他是 以十大愿王为修学的 那么就是这个愿王呢 他就不相舍离 而且这个愿王呢 他于一届时引导其前 就变成十大愿王 因为我们在持宋的过程啊 他就变成是 我们的一个好的引导 就十大愿王 在我们往生的时候啊 他就真正有一个力量出来了 他就可以带领我们 他在前面引导我们 那这个时候呢 一刹那中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设身 就是舍离了 然后就在这一刹那中呢 这十大愿呢 他就带着我们 然后就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了 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 就能够面见阿弥陀佛 那文殊师利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等 此诸菩萨 他设身端严 功德 具足 所共 围绕 也就等于是说 十大愿王为引导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么在阿弥陀佛的 他的身边呢 也见到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 等 那这个等呢 一般我们像 就是从 《钥匙经》里面 也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送《钥匙经》 如果这样送经的人 他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可是呢 他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他因为送《钥匙经》的关系 那也可以得到《钥匙经》里面的八大菩萨的 父持 然后呢 能够来接引他 引导这样子的一个往生者 那就能够呢 自然化身在极乐世界 就是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那在《钥匙经》里面 举的八大菩萨呢 也是以文殊菩萨 观自在菩萨 迷勒菩萨 德大士至菩萨 吴敬义菩萨 宝檀花菩萨 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这八大菩萨 那这个呢 跟在普贤菩萨 所说的十大愿王之后的这几位菩萨呢 也都是重复的 就是基本上是文殊菩萨 观自在菩萨 米勒菩萨 这是有重复的 那普贤菩萨呢 因为在这里呢 是以普贤菩萨 是说法的主尊 所以呢 在普贤菩萨说的 就是能够以十大愿王 而能够这样子的读诵 出血 有这样的功德就可以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所以在这里的经文呢 当然也要把普贤菩萨放进去 所以在这里所看到的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米勒菩萨 特别写的这四位菩萨呢 基本上也就是 是由善才同志五十三参里面 所参访的这几位的大菩萨 所以正好呢 也是跟这个 《药师经》里面八大菩萨里面呢 有重复的 这其中的三位菩萨 然后再加菩仙菩萨 那这些的菩萨呢 他们都色相端严 也就是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还看到阿弥陀佛 那又看到这几位的大菩萨 那他们呢 都是色相端严 功德具足 所共围绕 就是这几位大菩萨呢 都围绕的 这个阿弥陀佛 还有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跟弥勒菩萨等 那这样子的 殊胜的这样子的境界 那这个修学十大用王的人呢 他自荐生莲花中 就是他就从莲花化生 就是直接生在莲花之中 然后呢蒙佛受祭 就是得到阿弥陀佛的受祭 那这个受祭呢 就等于是说 将来就可以成佛了 因为说的受祭呢 就是以成佛 那这样子的一个功德是 当然是来自于修学十大用王 所以这个就是跟普贤菩萨 所就是赞叹的说 十大用王也就是能够成就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样子是一致的 那既然是修学十大用王 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就是可以成佛 所以这样子的成佛呢 是要到极乐世界 由阿弥陀佛来受祭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衔接呢 是等于就是从华音经的这个 法障世界呢 那要真正能够发菩提心 修菩萨行 修这个学菩萨道的时候 就是要能够以十大用王 来成就这样的菩提心 这样来成佛的 所以就是证明就是 由阿弥陀佛来受祭 然后呢 得受祭以经于无数百千万亿 那由他结 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 以智慧力随众生心 而为利益 那不久当作菩提道场 祥福魔君成等正觉 转妙法轮 那就等于是说 得到阿弥陀佛的受祭以后 那就要累劫呢 来修行 就是实践这十大愿 那这样子的时候 也就是成就上求下化 然后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呢 就是以菩萨的智慧来随众生心而为利益 所以就是要能够累劫的这样来教化众生 利益众生 然后呢 就能够做菩提道场降伏魔君 最后能够成等正觉 转妙法轮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真正成佛了 所以由修学十大愿望 然后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受到阿弥陀佛的受祭 然后呢 再经过无量劫的这样子的利益众生 然后真正能够成为果佛 那也是要一样的转妙法轮 那在另一切的这些就是无量无数的佛刹极为成数世界的众生呢 来发菩提心 然后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近于未来解海 广能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成佛了也要还是继续来教化众生 来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等于是完全没有间断 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那成佛了 那他的力量又更大了 可是他的心是一样的 这个心都是菩提心 所以从最初的菩提心发心的时候呢 能力还不够 就像我们所学习的善才童子 那他发了菩提心 他参访 然后到了普贤菩萨 他实际上也已经正到了这样的境界 然后普贤菩萨所教导的十大愿望 就是最后的圆满 那最后的圆满呢 实际上是能力的成长 可是呢 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呢 还是在继续 所以都没有间断 所以跟十大愿望所发的这个大愿 说众生借敬 众生夜敬 众生烦恼敬 虚空借敬 那这样子的愿呢 他还是没有敬 所以这个最后呢 就是这个普贤菩萨呢 也提到说 如果呢 有众生能够听闻 或者是能够有具足信心 这个大愿望 就是十大愿望啊 那能够受辞读诵 广为人说 所有功德 除佛世尊 于无知者 就是他的功德很大 那世故呢 如等闻耻愿望 陌生疑念 就是不要怀疑 应当递受 就是应该呢 我们就是要专心去受辞 受以能读 就是受辞呢 就是我们把十大愿望呢 当作我们就是永远学习的对象 然后呢 我们能够放在心里 然后就读诵 那读又能够诵 因为一般呢 就是把读跟诵 就是好像读是 就是按照文字来 就是读一读 那诵呢 好像在加以这个腔调 就是我们可以 有一点唱腔啊 那这样是有一个韵 就是诵 那都一样 然后呢 又能够受辞 就是我们能够不断的 这样子的熟悉 那这样子乃至书写 广为人说 是诸人等于一念中 所有行愿皆得成就 也就是说 当我们熟悉了以后啊 那么这样子的十大愿望呢 他们就可以呢 在我们的心中呢 他好像根深蒂固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行愿呢 能够去修学 那慢慢的成就了 就是十大愿望的这样的功德 所以所获得福 无量无边 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记众生 令其出离皆得往生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所以呢 就等于是 他的功德这么大 而且呢 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呢 也因为呢 是发心是由十大愿望 来完成的 所以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 也都能够引导众生能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就等于是说 以十大愿望 他还是能够 利益众生 圆满菩提心 还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受到阿弥陀佛的受计 那这个受计就是说 那你既然能够 用十大愿望来修学的话呢 那绝对是可以成佛的 那主要的就是说 要经过非常长的时间呢 就是非常的精进 来上求下化 那在这样的过程呢 也就是圆满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普贤菩萨呢 他所说的这个十大愿望的这个内容 那到这里是结束了 就是以十大愿望 然后呢 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能够在这样子的修学 度化众生 上求诸佛 那这样子就是究竟可以成就 成等正觉 那也还是在利益众生 那下面的经文呢 就是又以这个寄送的方式啊 再把这个十大愿望呢 就是从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灿尾业障 随喜功德 勤传法轮 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 横顺众生 普皆回向 再用寄送的方式 再来表达 所以我们在寄院里面 就是找课呢 就是称念这个十大愿望 就是一一这样子称念 那晚课的时候呢 那有的呢 就是要能够拜八十八博 然后后面呢 就是在念这个十大愿望的这个寄送的部分 那只是呢 我们就是比较简要的 没有全部按照这里的全部的经文 可是呢 它还是符合这里的 这个十大愿望的 它的内容 那这个寄文的部分呢 我们就不解释了 因为它跟长行是可以对照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普贤菩萨的恨愿品里面最终的部分 因为它是接着我们介绍的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是华盐经的八十华盐 然后呢 最后的这个十大愿望呢 就是补这个八十华盐不足的地方 所以它把善才童子最后参到普贤菩萨 然后普贤菩萨所开示的这个十大愿望的地方呢 补足了 那在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属于四十华盐 是唐代的时候翻译的 那最后呢 还有这个普贤菩萨的结论 也就是等于呢 善才童子呢 他五十三参到了普贤菩萨 然后整个的这个部分 录法界品呢 他的圆满的这个结尾 所以我们就等于是从十大愿望 然后就接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尾的部分 那就等于是把善才童子五十三参的部分呢 才是做一个最圆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就回到了这个普贤菩萨 他当时呢 讲完了这个十大愿望以后啊 他就于如来前说此 普贤广大愿望清净祭义 所以这是交代了 因为华音经的主尊是毕如哲那佛 所以呢 普贤菩萨是代表五十三参里面的最后一尊的大菩萨 那他讲了十大愿望以后呢 他就在毕如哲那佛的前面 然后讲完了普贤广大愿望的清净祭义 这个祭就是祭送的部分就是我们省略的部分 那他的内容就是跟长行一样 那就等于是普贤菩萨的开示全部都结束了 然后呢又回归到我们五十三参的主角 就是善才童子 就是善才童子呢 他就非常的高兴 踊跃无量 一切菩萨皆大欢喜 就是因为普贤菩萨的时候呢 就不只是对善才童子开示 他还有跟在场的所有的菩萨开示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是交代了善才童子 也听到了普贤菩萨的开示 所以他很高兴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一些听到的菩萨呢 也都很高兴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辟如则那佛 就是如来赞言 就是赞叹普贤菩萨 说善哉善哉 就是赞叹 那耳时呢 尊也就是辟如则那佛 以诸圣者菩萨摩佛萨 言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 圣法门时文书施利菩萨而为上手 诸大菩萨 诸大菩萨 己所成熟六千比丘 弥勒菩萨而为上手 贤解一切诸大菩萨 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手 一身补助助灌顶位诸大菩萨 及于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 一切岔海极为成数诸菩萨摩佛萨众 大智设利菩摩佛目见年等而为上手 诸大声闻病诸仁天 一切试主天龙夜叉前达婆阿修罗 迦罗锦那罗摩佛罗且人非人等 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这个就是结尾 这就等于是以辟如则那佛就赞叹 就是赞叹也可以说是赞叹普贤菩萨 也可以说是赞叹善财彭子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整个是以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为结束 然后呢就交代说那当场的这一些有哪一些呢 就是在普贤菩萨结尾以后 那譬如遮纳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大会里面呢 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为上手 那文殊师利菩萨很重要 因为他就是发起就是教导 善才同志五十三三的老师 所以呢第一个就举例文殊师利菩萨 他为上手 那还有呢就是诸大菩萨 还有成熟的六千比丘是佛 释迦牟尼佛就是的弟子 还有弥勒菩萨而为上手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又把弥勒菩萨的这样子的五十三三里面 最后的这个三位菩萨也列出来就是弥勒菩萨 还有贤结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的诸大菩萨 还有普贤菩萨 就是最后这三位菩萨呢都列举出来了 那还包括一切补助助灌顶位诸大菩萨 就是他们将来都要成佛的那也列举出来 那还有就是在座的一切的大菩萨 还有佛陀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他的大弟子们 那因为这个时候呢等于是华恩经也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典 所以呢也把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们 那摄立佛是智慧第一 还有神通第一的沐建炎就是在上手 还有呢其他的诸大僧文也就是佛陀的弟子们 可能是大家设尊者啦 那欧难啦 那还包括当时的这个就是这个天龙八部 那所以人天还有一切 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加罗罗 这个加罗罗就是我们说钱达婆就是香神啦 那这个锦纳罗就是月神 那加罗罗就是金赤鸟 那摩霍罗茄就是大芒神 还有人非人等一切大众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除了人以外其他都是非人 所以呢这些的大众都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可以说就是圆满了我们在学习 上在同志五十三餐里面的内容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呢 也差不多经过了一年多 那我们感谢大家的用心的参与学习观看 那我也很感谢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那生命电视台海涛法师还有各位同仁的支持 那还有我们在录影的过程 所有摄影师的辛苦 还有我们在摄影的场地啊 也历经了生命电视台的这个三民道场 还有法院室那也其中也有华泛大学所提供的这一些的场地 我们也都非常的感激 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的过程呢 我们学习善财童子的精进学习 那么他自己本身具足了这样的福报因缘 得到文殊菩萨的教导 那他能够发菩提心 那能够很精进的 就是到每一位的善知识那边学习 然后最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普贤菩萨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称作的五十三餐 那一般呢 又说是有五十五位的善知识 那因为其中呢 就是有德僧童子 有德童女 他们是两位 然后再加上文殊菩萨 因为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教导了 所以如果再把它 在第一次的教导也算进去 跟他后来参访的里面 也算一次 那总共呢 就是有五十五位的善知识 那在这五十五位的善知识里面呢 我们就是看得到的 就是有大菩萨 就是观之在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还有就是弥勒菩萨 那这些的大菩萨以外呢 就还有很多呢 他们是已经有大菩萨的境界 可是呢 他们用不同的身份 所以有比丘 比丘尼 又婆舍 又婆怡 那或者是居士 是长者 乃至有是当国王的 有的是童子生 童女生 婆罗门 还有女人生 也有呢 是神 就像我们介绍了 也相当久的八位的这个主夜神 还有天神 地神 圆满神 还有佛母 就是摩耶夫人 那也有呢 是医师的像弥洁大士 还有仙人的 皮木 取杀 还有外道的 片行外道 还有这个传师的 那在这个里面呢 这么多的善知识 那可以说他们就是有的是以这种世间的各种行业的这种身份 那来作为大菩萨的教导 那都是用这种方便善巧 那这些是大菩萨 那善才同志也是福报因缘 那他本身也是等于是已经是一位菩萨了 那这些的这种教化呢 可以说是对我们呢 都是让我们了解 就是以这么大的菩萨行 他们在教导的菩提心的成就 也都是在一个上求下化的这种实践的过程 那所谈到的这种时间呢 都是生生世世累劫的 那么说的时间都是长远的 所以让我们觉得说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在人间 我们是凡夫 那打开了我们的眼界 那让我们呢能够真正的能够更加的精进的修学 那我们在追求学习善知识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恐怕没有善才同志这样子的大的福报 就是能够依这样子的大菩萨为我们的老师 可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个善知识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意义 它主要的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成就的 那在一般我们说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呢 这善知识也有顺境的善知识 逆境的善知识 那顺境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老师 他能够教导我们正确的佛法 让我们知道怎么修行 培养正确的观念 那另外呢就是也有内善知识跟外善知识 那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也有扶持作用 那我们自己本身是可以就是同行共修的 那外的部分呢就是那还有能够扶持我们的 那这些呢实际上我们也都是可以学习的 那逆的善知识呢就是还包括更广 就是乃至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这一些逆境 实际上他也有逆增上人 那乃至说我们在相处的过程里面 那也许有一些朋友啊 他对于我们的习气看得很清楚 他说你这样子脾气很不好啊 你这样子的态度很不好啊 那实际上呢我们平常都会觉得说 他是找我麻烦啊 他就是挑我的毛病啊 那实际上这个也是善知识 因为他看得清楚我们的问题啊 那所以真正的善知识呢就是无所不在 那只要我们愿意能够虚心 能够学习 那孔子也说三人行必有我施焉啊 那我们都可以学习 每一个人都有长处 那别人不好我们就是要警惕自己 那别人都好我们也可以学习 那可能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学习善才同志的这样的一个精进 然后在学习善知识的过程里面 用我们的这种程度 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世间的学的一种比较宽广的认识 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学习发菩提心 就是以最高的目标来提醒我们自己 来提升我们自己 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要的最终的目标正确的话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实际上都是让我们在实践来 就是增长我们的能力 然后来继续的学习 那主要我们这个目标对了 那尤其以普贤菩萨最后的十大愿望 如果我们都能够以发菩提心 然后兼顾这样的十大愿的上求下化 那这样的愿望它会带领我们 所以它也汇通到净土法门 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等于是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修学净土法门 也是要落实在行菩萨道上面 那这样子的一种学佛 我们就觉得好像全部都汇通到菩提心 发慈悲心 能够上求下化的这样的实践落实里面 所以我们觉得学佛还是非常的福气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直继续的提升 一直的扩展 然后成就我们的这种净土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 学习善才同志 他这样的精进 发菩提心 我们最后呢 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屠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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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池中华国际施实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实协会 华波帐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帐号 银行带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报恩孝亲 起见 梁皇宝燦法会 及三世信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 梁皇宝燦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三世信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慧太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主法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亭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城镇义公 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高雄市 新兴区中山二路 470号7楼 470号7楼 570号7楼 570号7楼 490号7楼 570号7楼 570号7楼 970号7楼 7大人 918号7楼 570号7楼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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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